6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6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你好 Della 好 大家好 早前我在媒體群組裏 有些朋友發出一個求救的訊號 原來她的太太大約在五個星期前 突然間那隻左耳完全聽不到 是百分百聽不到的東西 有些人可能覺得那些氣壓 但原來發現後 真的不是氣壓的問題 令她完全聽不到 然後馬上去做檢查 去醫院做腦電波 MRI等 發現到完全沒有腫瘤 也沒有任何耳道阻塞 西方醫療 不如在耳膜中注射一些類固醇的藥物 看看會不會有幫助 但我朋友諮詢過很多其他醫生都說 甚至使用注射的類固醇 其實也不保證一定可以令她聽到 而且這麼大的劑量 倒進去 也有可能令她的整體免疫系統 都會破壞了 而她根本會越來越差 甚至乎損毀耳膜 意思以未注意後 措出了這個決定 不一定好 甚至令她永遠都聽不到 接著 朋友亦去做中醫 用針灸的情況下 但其實也不是有什麼好轉 而這位朋友的太太只有45歲 這麼年輕 一邊耳是濃了 突然間濃了 其實也挺大的壓力 余醫生 在你的臨床上 在我們的同類療法 對於這些突發性的失衷 有沒有什麼療劑 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她們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方面 這方面的醫學的資料 這叫做突發性的耳籠 這種突發性的耳籠 通常都是意思的是 比較嚴重的 神經系統方面出現的失衷 通常會出現在一隻耳朵 而且是很快的 可能幾個小時 會突然之間出現的 所以我叫做突發性的耳籠 我這個資料是Murks index Murks index 是一個美國醫學的天書 我這個是16th edition 我讀醫學的時候 這本書很久了 差不多很多年前買的 1990年 這個數據就這樣說 原來這種突發性的耳籠 每年大概有五千人有一個 即是會發生的 都幾多 每五千人有一個會發生的 因為突發性的關係 通常我們都以為 可能是血管出現的問題 例如血喘失、中風、失血等 這些問題 或者中風等方面 但是我們看回那些患者 對於一個問題來說 通常的成因可能是一種病毒感染 因為這類型的問題 通常出現在小孩子 和年輕的 和中年的人 即是他們中風 因為血管病問題 很大機會就很少 所以大概想過 這個很大機會 都是因為另一個常見的原因 就是病毒性的感染 例如有時候 生炸蟋 Mumps 生炸蟋 麻疹 Mesle 出來的一種叫做 Viral Endolymphetic Laryngberinfus Berifentitis 即是病毒性的內淋巴迷路炎 迷路就是我們內乙炎 聽覺的其中一個細的結構 這些病毒可能是感冒的病毒 現在這個朋友的個案 很大機會 現在流流這麼多 包括新 COVID-19 Chickenpox 的水豆 Mononucleosa 也就是年輕的情況 和一般的雙風的病毒 可能這機會比較大 因為患者一般的年齡 都不應該是出現血管 出現問題的可能 因为这种病毒是导致内耳的听觉器官破坏了受损 另外一个突发的可能性就是 属于我们叫做淋巴性的漏管 在中耳和内耳之间突然出现气压的改变 或者是过渡活力用大力搬东西 这就出现在耳膜的位置之间出现了穿洞 病人通常会感觉到一种爆炸性的声音 受患出示耳势 接着就是这些漏管 其实简单是穿洞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怎样看到呢 在检查方面我们有些仪器可以绑一些气 一路看着它一路绑 如果一般没有穿洞的耳膜 你会看到它会动动 因为你移动它就这样 但是如果穿洞的那些 它的动动就是跟不到你供应的那些 这是简单的检查方法 我们可以处理它 症状方面通常听觉失踪是很明显很严重的 但是原来很多病人 正常的病人都会慢慢痊愈 正常或者局部痊愈 也很多时候在初期会有耳鸣和缓云 通常这些缓云在几天之后 通常都会减退了 但是如果在性觉方面 如果有机会痊愈 通常都要在10天和14天之间出现 也有些是痊愈不痊愈 也有些是局部痊愈 如果痊愈不痊愈不痊愈 通常是10天或14天之间 应该会见到的 治疗方面 在西医方面 做一些和血管有关 血管扩张的药 血管减低血管凝结的药 anticoagulant这类 dextrin这些糖分治疗 另外一个就是steroid 很多时候他们会把类固醇注射在耳朵上 但在医学上根本没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证实有效 没有什么证实有效的方法 但他们也觉得用 好过什么都不做 病人不喜欢的 什么都不做 通常会做这些方法 但当然有些人会做手术 尤其是流管 就是穿了 可以补回它 但这些效果 我认为都不是很明显 所以遇到这些问题 我们会想到什么 当然是同外疗法 因为同外疗法 可以这么说 没有什么病 同外疗法是束手无擦 很少的 就算你的病很严重 我们未必可以绝对帮你跟住它 但其实也会一直改善 我最近也有个Garryberry syndrome的病人 这个在医学上是很严重的 有些人要呼吸机 但这个病人在我第一次的疗势之下 已经立即有改善 但当然不是全全康复 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工具 很可惜 我们中国人对疗法的认识很少 但这是全世界第二大医疗 英国黄室也有百多年来 黄室成员一定有同外疗法的御医 在帮忙他们处理健康的问题 在同外疗法 我们看回我们那本repertory 其实是症状的字典 其实关于失聪这个问题 疗势也有超过百种 很多很多 所以很多时候有人问我们如何医 我只问同外疗法医 如何医?哪个疗法医? 要视乎我们的症状 有百多种选择 我最近有个朋友 突然间发了个讯息 她是同学的 她的女儿突然出现头疼 头疼、吐 她问我哪个疗法医 发生那天 刚刚我昨天放假那天 她跟我说 哎呀不好意思啊 你刚刚放假 她问我哪个疗法医 她问我哪个疗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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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吃错东西? 是否现在暑热的天气? 你要谈论症状 要不就这样问 比三个一般症状 如何找疗法医? 有几百个疗法医? 所以大家认识同学疗法医 如果要找疗法医疗也好 首先最好自己留意一下症状 留意一下前因后果 你看过医生的时候 医生可以给到医生这些有用的资料 医生和疗法医生才可以帮你找到疗法医疗 不就是这样说一个病 所以我现在看病很多人都不了解 整个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 尤其是慢性复杂的病 我们不单要了解当时困扰的什么病 我们也要了解过去从小到大 曾经过有什么病 因为很多时候的病 小时有些病出现后 身体就自此而叉了 没有再好过 有时我们也要了解到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每一个阶段要处理 也要了解自己人生的经历 因为很多时候的病和人生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但也要知道上代有血统关系的人 曾经经历过什么病 医疗方面是要有很多层次的 第一要看看现在这个病 是否只是有些现时的 只是对付现在这个病的症状的疗疾足够呢 或者是现在这个病 是否它本身的体质 过去体质的遗传弱点的爆发的问题呢 我又要想想整体的症状 也要了解过去家族曾经发生过什么病 从而要在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去清晰 所以对于慢性病是不容易的 但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医治慢性病 你一层一层令人健康 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如果想要健康 你也要记住要愿意进行一个过程 来将你的身体一步一步调理 就不只是处理了急性病 因为急性病处理了之后 如果你的体质问题未解决 它会常常有复发的 你也要慢慢想起这方面 刚才我们在西医的天书 有一个就是病毒感染 我们会想一些 它当时出现什么病 当时有chickenpox 或者麻疹 或者是感冒 我会想起 当时感冒的症状是怎样的 我会找一个疗剂 对付当时感冒的主要症状 用感冒的疗剂去解冒症状 譬如Jocemium 黄素卿 通常感冒是常用的 人温温淡淡 重重 不口渴 人累累累 这就是一般性感冒常见到的Jocemium 这个疗剂 另外一只就是Kalimur 是绿化甲 绿化甲通常感冒相丰之后 觉得有很多液体 耳好像耳闻闻 塞住 这种症状 我会考虑用Kalimur 好,看看有没有耳闻 耳闻是一个很重要的症状 如果是,我会考虑用Kalimur 金鸡纳流 Kalimur 当然有些可能性 耳末可能已经厚了 我最近有一个病人 很久以前也来过 他有肺脑 但是吃很多药 有肺脑病是属于公共卫生的病 一定要西医给他吃药 他没有办法 当时他已经在吃西药 但他也有其他症状 他不够气,透气好像说话没力 我就给同学疗法帮他 用一个疗剂叫Stanum Stanum Metallicum 他一直都不错 但很多人都没有见他 突然他又回来 当时,主数人说我听不到 两个疗剂都听得很差 跟他说他要看你的口型 才能听到你的说什么 我便帮他检查 我发现他的耳膜是厚了 普通耳膜是有点灰灰薄薄淺红的 他厚厚白了 很明显的耳膜是真身厚了 我便用疗剂去对付耳膜真身的导致的耳龙 那疗剂是phiocyanimum 同学疗法有很多疗剂 就这么说就是很多可能性 因为我们的书里面 差不多是百多二百尺 所以要真真正正 要视乎病人的表现到的症状 以及当时的起因在哪里 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 多谢袁先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刚才听过我在群组里的朋友的太太 当然,她也说过 年轻,只有45岁 突然之间一天出现了一个 一边的耳朵是完全一百% 听不到的特发性耳聋的时候 当然觉得很焦虑 但你去通过所有的检查 正如天书所说的 西医只用那个类固唇去 但未必一定能帮得到 可能只是一个不良的反应 令她的身体状况更差 当时,同类疗法是可以帮得到的 只要找到一个对的疗剂 可以逐步逐步地把问题改善 当然,这应该是及早的时间 不可以超过太久 如果你想完全逆转的时候 就应该会有一定的困难性 希望大家收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家中常被一些疗剂 以便不时之需的时候 也不会错过了一个 是治疗的黄金期 如果各位有什么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过的 同理疗剂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可以我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感谢丽言议室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